魔王魔狗斯摧毁了精灵王国的光之云,一支精灵军团奋起反抗,他们离开维林诺的家园,前往被魔物统治的中州,双方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战斗,经过一番偶斩,中州化为了一片废墟,而死亡也遍布大地,无数铠甲,累其的是精灵族战刺的亡魂,而这场残酷的战争,一打就是数百年,最终魔狗斯被打败,然而,遍布于中州各个角落的伴手人,数量开始被增,他们听命于魔狗斯最忠诚的手下, 一个残忍而狡猾的妖鼠是锁龙,哥哥发誓要找到锁龙并消灭他,可小美等来的却是哥哥的死穴,并且锁龙还在哥哥的尸体上留下了特殊的符号,经过哥哥的遗掷,小美开始了猎杀行动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小美寻遍了大江南北,来到了世界的边缘,然而,常年的跋山涉水疲于奔命,让部下对行动失去了耐心,产生了抱怨,因为多年以来,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伴兽人的踪迹,或许伴兽人已经从世界上, 在世界上消失,不顾布下的犬术,小美执意搜寻这个最后的要塞,顶着暴风雪夜行,他们终于发现了锁龙的圣殿, 大殿曾经是伴兽人的据点,这已如此之大,可想而知,当年逃走了多少伴兽人 往深处搜寻,小美发现了一面冰墙,砸开过后里面藏了一条暗道,在密道里,他们发现了邪恶又古老的巫术,一只伴兽人被嵌入石墙里,就在这时,一片雪花引起了小美的注意,她将水倒在了石板上,下一秒,石板就出现了锁龙的印记,这个印记肯定是作为了伴兽人的指引, 小美下令休整一夜继续向北搜寻,但部下却有不同的见解,认为几百年过去,魔物早已消失,即便要找,也应该回家征求精灵王的意见,对此小美并没有让步,就在这时,一只蛰伏的石人妖偷袭了他们,精灵战士伤亡惨重,小美剑撞,拔刀剑不上千,一顿操作猛如虎,分分钟就砍死了石人妖,小美下令继续前行,可疲惫的将士们, 分分器件表示不从,在罗瓦尼安的荒野,生活着一圈毛角族,他们是绣针板的小矮人,藏身于树丛之间,这天,他们的领地闯过了两个旅行者,上一次遇到他们,还是在大双洞时期,有人觉得,这是一个坏的预兆,可诺瑞的家长却担心的是孩子在调皮,果然,诺瑞带着小朋友逃跑出了村庄,发现果然的他们,尽情地摘起了树梅,就在孩子们大快朵頤的时候,有个小家伙发现, 发现了狼的脚衣,意识到危险后,诺瑞赶紧带着孩子们逃走,回到家后,诺瑞听说了旅行者的事,妈妈担心,还让她不要到外面去,然而在诺瑞的眼里,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,但母亲只满足于眼前的苟且,并让诺瑞不要再胡思乱想,但好奇的诺瑞,接着又找去了长老家, 还偷听了长老队天下的观测,说是天有异想,恐有变数,另一边,失去部队的小美,来到了精灵城林顿,她找到自己的老朋友阿美,并将发现锁龙印记的事情告诉了对方,还打算向精灵王重新申请一支部队,但阿伟却劝说小美,当时,部下并没有违抗她的命令,反而是傲慢的小美越界超出了精灵王的限制,不过精灵王选择了包容和大度,还在会上加奖了小美的国家, 他们不畏奸险,扫下了魔狗丝的残余,再次,精灵王赐她衣锦还乡荣归故里,小美虽心有不甘,但也只能无奈接受,不能为哥哥报仇,小美心中只有遗憾和愧疚,尽管阿伟还想劝阻,可小美心意已决,她要独自前往北方追底,阿伟无意冒犯,但现在的小美就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,及时找到了锁龙,她不过是让更多的精灵去遥远的地方送死,如今的小美不过是失去权力的弃子, 只能带着遗憾和伤痛,回到自己的故乡,作为老友,阿伟也坚定地站到了小美一边,只要魔物暴露出一点迹象,她就会追杀到底消灭他们,在阿伟的劝说下,小美最终还是踏上了回家的旅程,对于精灵王来说,也算为持续千年的战争画上了据点,接着她给阿伟安排了一个任务,希望阿伟与凯勒领主一到,打造一件极为重要的作品,说着,凯勒领主就来到了此地,与此同时,在人类国度的南方大陆, 精灵刚哥助手于此,来到酒馆,他向老头打听起了下毒的事,但老头辩解只不过是草里有毒罢了,有人还发起了牢骚,邪恶势力早在一千年前就都死光了,为何到现在精灵还放不下过去,然而刚哥职责所在,并没有和小哥过多的计较,回头,村里的寡妇阿连,送了点礼物给刚哥,由于常年在这里助手,所以两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感情, 但同伴告诉他,精灵是永生的,等阿连变成老奶奶了,刚哥还是帅气的小伙子,所以两人的感情注定会以悲剧告终,就在这时,少兵带来了精灵王的指令,战争已经结束,所有远方的少战都要撤上,这个消息让同伴们非常高兴,可刚哥却犯了仇,他在这里生活了79年,阿连是他看着长大的,所以在离开之前,他想把心里的话告诉心爱的人, 两人一见面,眼里就满含泪水,可没等刚哥说出口,儿子跟着就叫走了妈妈,来到后院,农夫带来了一头病流,希望阿连能出手帮忙医治,经过一番检查,刚哥竟然发现了黑牛奶,农夫来自另一个村庄,离这里有一天的路程,为了探明情况,刚哥打算立马赶过去,阿连放心不下意一起跟了去,母亲离开后不久,小强跟小伙伴来到了牛棚,前些天他在这里发现了宝物,一把带有印记的剑柄,就藏在了箱子里, 经过一番长途跋涩,两人终于赶到了村子,没想到村庄燃起熊熊大火,早已被人毁坏,此刻,小美等人退去容装卸下武器,他们即将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,可小美始终放不下心中的仇恨,看着哥哥送给他的短笔,小美临时改变了主意,就在要回去的时候,他依然跳下了船,也就是在这时,一颗火球从天而降划破天际,在不同大陆的人都有目睹到, 火球落地的那一刻,一片奇怪的树叶,从精灵王身边划过,瞬间黑化的树叶似乎表明,未来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,火球坠落在了诺瑞木所能及的地方,他畏畏缩缩的找了过去,一个巨大的火坑中央,竟然躺着一个老头,毛角族的小矮人诺瑞,第一时间发现了掉落的火球,等他找过去后,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,一个老大爷居然躺在了火坑中央,没等诺瑞细想,突然冲过来的伙伴,就把他推了下去,万万没想到, 看似滚烫的木炭,居然一点都不烫,诺瑞壮着胆子摸了摸老头,没想老头突然就活了过来,当他拽住诺瑞的时候,周围的东西全都悬空而起,诺瑞被眼前的一幕吓倒,他赶紧劝阻了对方,下一秒,回过神的老头就中断了法术,紧接着他就晕倒了过去,诺瑞想要救助这个老头,可同伴全数, 一个巨人他根本搬不动,小家伙还是聪明,他们找来了一辆轮椅来运送,从外形上看,这个老人既不是人类也不是精灵,同伴忌惮老人会给他们带来危险,结果,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,老人一不小心滚下了山坡, 善良的诺瑞给他做了一个简易的帐篷,见老人没什么大碍,诺瑞这才放心,对于他这样做,同伴非常不理解,可诺瑞却认为,这是上天注定的,就是要让他来确保老人的安全,在诺瑞的劝述下,同伴只好答应保守这个秘密,第二天,诺瑞带着食物回到了老人的住处,结果棚屋里没人,看向周围,诺瑞才发现了老人,他上前打了个招呼,没想受到惊吓的老人一声嘶号,天空顿时狂风大作, 乌云密布,在诺瑞不断的安抚下,老人才平静了下来,诺瑞向对方做了自我介绍,老人神神癫癫,似乎已经失意忘了自己是谁,而且也不懂诺瑞在说什么,但天底下没有美食解决不了的问题,诺瑞带着蜗牛瞬间打开了老人的味蕾,他询问了老人来自哪里,老人拿起木柜,接着就在地上画了下来,他画了一些奇怪的符号,还惊慌地说着自己的语言,似乎在向诺瑞求主,可诺瑞就是毛角族,根本就听不懂,就在这时, 同伴找了过来,在诺瑞的调停下,老人才没有发工,原来,诺瑞的父亲搭棚子时扭伤了脚,回家的诺瑞赶紧帮起了忙,但长老已经决定带着大家迁徙,这个消息让诺瑞一时难以接受,晚上,诺瑞再次找到了老人,他将离开的消息告诉了对方,没想,老人突然对他们的灯赶了兴趣,他将里面的萤火虫放了出来,在魔法的编排下,萤火虫跟着在空中组成了一个星座, 诺瑞觉得,那里就是老人的家,在魔法耗尽后,虚弱的老人瘫倒在地,同伴这时发现,萤火虫竟然全都死了,似乎老人邪恶的一面也展露了出来,另一边,刚哥两人检查了损毁的村庄,现场四分五裂像经历了一场大地震,诡异的事,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的伤员,随后,刚哥在一处损毁的房屋下,发现了一条地道, 人类显然不会这样做,那肯定就是伴手人挖的,为了阿莲的安全,刚哥让他先回去摇人,紧接的,他就下到了坑道里,不久,阿莲就赶回了村庄,他将情况告诉了大家,可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,反而觉得精灵撤房是对大家的一种解脱,此刻,刚哥已经深入了隧道,并且还发现了伴手人的牙齿,为了不被对方发现,刚哥快速躲进了一条水道,就在他拿刀提防的时候,突然, 阿莲赶忙回到了家,结果,家中莫名多出了一个大坑,而自己的儿子已消失不见,就在这时,孩子从一旁冒了出来,但他却让妈妈赶紧藏起来,因为伴手人肯定发现了他,果然,在阿莲藏起来没多久,一只伴手人就从坑里爬了出来, 他在家中开始翻找,就当他发现阿莲的时候,勇敢的孩子从背后偷袭了伴手人,接着母子齐心,一起收拾了伴手人,当大家看到伴手人的手机后,这才意识到了情况的危机,阿莲劝说大家,明月一早就赶往精灵塔避难,在精灵工匠的国度,费爱诺之锤闪耀光芒,他为精灵打造了无数宝石,当年魔狗斯就极为钟爱精灵宝石, 灵主凯乐打算用他锻造一件杰作,于是便向阿莲展示了图纸,他要打造一座巨大的断铁路,用它来催炼武器,现在唯一麻烦的就是时间,他们要赶在春天之前完工,这就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,精灵王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,于是,就要发挥阿莲的外交能力了,附近的矮人国卡扎多姆,他们的王子都联合阿莲是牢乡师,只要费点口舌,想必这位朋友一定会帮他们,阿莲非常自信,觉得矮人会端着麦牙啤酒来欢迎他, 结果刚一开口就吃了个闭门羹,显然,矮人们并不待见他,不过阿莲掠食小技,就撬开了矮人的大门,他向对方提出了都灵族的挑战,所以凯乐灵主只好先行回去,走进矮人的宫殿,短短几十年的时间,这里就被打造的雄伟壮名,矮人的工匠精神不得不让人称赞,阿莲被眼前的画面所惊叹,不过他发起的挑战也如期而止,原来矮人国有个传统,为了考验个人的耐力,双方举起铁锤依次敲碎巨石,直到其中 一人失败为止,如果阿莲失败,他将被逐出所有的矮人领地,老朋友并没有给阿莲留什么情侣,双方举起大锤就开始了比拼,大战三百回合后,矮人还是精力充沛,而阿莲则直接败下阵来,当然,这只是阿莲故意而为之,为的就是套进火,都灵亲自送行,借着这个机会,阿莲打起了感情牌,善良的矮人经不住哄骗,最后还是阿莲留了下来,都灵的老婆也是热情大方,直接把阿莲留下来吃饭,在激将法的催眠下, 都灵答应家阿莲的请求,向父亲提议,可矮人国王觉得阿莲动机不纯,这个接过眼来找他们,恐有精灵的小心思,国王认为,两足相争便有一伤,提防的国王还拿出了宝箱里的东西,在茫茫大海上,小美有遇了人类的木房,然而在她靠近后,一些人却拒绝拉她上来,好心的夫人赶紧失救,小美这才得到了救助,但很快救人发现了她精灵的身份,就在这时,海里的巨窗游了过来,先前, 这些人的船就是遭到了她的袭击,小美突然被富人推下去喂食这头怪物,只是眨眼的功夫,巨窗就将木法吞噬,最后仅由小帅活了下来,木法上的两人相依为命,对小美的经历,小帅非常的好奇,在双方的交谈中了解到,小帅的家乡也遭到了半寿人的侵袭, 对此小美表示了感同身手,并愿意提供一切帮助,虽然不怎么喜欢对方,但小帅还是说出了地点,半寿人就在中土世界的南部,小美希望对方能带她去,可小帅现在另有自己的打算,没想,飘在海面的他们,很快就遭遇了暴风雨,肆虐的风浪几乎将他们的木法拍碎,结果一个浪头拍过来,小美直接被缆声拽进了海里,窒息的她很快昏迷了过去, 好在小帅及时追下来营救,小美这才被救上了木法,经历了这一难,两人也多了一分信任,故事的最后,孩子拿出了藏着的剑笔,结果她手上的血也被稀释,下一秒,剑就长了出来,与此同时,经历了一夜的风雨,虚弱的小美终于在海上遇到了船,刚哥从昏迷中醒了过来,此时,她已经身处半寿人的矿道,原来,半寿人惧怕阳光,所以他们用抓来的人类和精灵, 开垦露天的矿道,一同被抓来的,还有刚哥的队长和战友,眼下他们已经沦为了半寿人的工具人,虽然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,但半寿人明显是靠这些地道隐匿了行踪,现在只知道,这些半寿人在不停地掠夺村庄,为他们的领袖寻找某样东西,这件东西应该就是小男孩发现的剑笔,同时,队长还觉察到,半寿人用阿达尔尊称他们的领袖,那么问题就来了,半寿人为什么要用精灵语来称呼他们的领袖呢?队长猜测, 阿达尔基欧可能是索龙的另一个名字,为了逃离这里,队长发起动员,等太阳照射最强的时候,他们就逃跑,只要有一个人逃出去,就能带来增援,一举剿灭这里的半寿人,就在这时,一只寿人催促他们干活,队长变解,前进的道路被一棵大树挡住,为了敬畏生命,他们应该绕道,这话激怒了眼前的寿人,可头目却对此表示了赞扬,队长展现出的智慧和力量折服了他,因此, 头目还为他们送上了水人作为奖励,然而头目这样做并非好意,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,兽人一刀砍死了铜板,队长宁死不屈,但刚哥为了保住大家的命,只好委屈就反,表示愿意服从命令砍掉眼前的大树,另一边,小美从船上醒了过来,小帅给他带来了食物,幸运的是,他们并没有遇到海盗,而是得到了救助,来到甲板,两人见到了救了他们的船长,小美追问对方要带他们去哪,船长并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说他们已经到了, 通过周围宏伟的石雕建筑,见多识广的小美才知道,这里就是凡人领地的最西断断,我们诺尔岛国,当年与魔狗斯的恶战中,一些人类投靠了魔狗斯,而这些人则选择与精灵并肩作战,精灵王为了奖赏这些人类,于是赐予了他们这座岛屿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直与他们和睦相处的精灵,却开始遭到排斥,最后更是切断了和精灵的联系,当年这些人类为什么要这样做,小美的到来,正好能解开这个谜题, 此刻,岛上的人正在召开一会儿,船长带着两人求解,却遭到了拒绝,但守卫看到小美是精灵足后,主动选择了放行,精灵的到来让在场的人瞬间压缩无声,女王询问了小美的身份,自报家门后,小美恳请对方施以仁慈,准许他们的船只通过这里,向中舟,几个世代以来,他们就没有允许过,更何况是现在,小美不服,表示这座岛都是他们精灵给的, 难道现在还给不起一条破船,女王直接兑现,当年,他们的亲人是用鲜血换来的这座小岛,小美不肯突样质疑要通行,眼看双方就要撕破脸,一旁的小帅赶紧斡旋,表示,他们可以留下来,至于能待多久,就看英明的女王,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要考虑多久了,国时给了他们三天的时间,但活动范围只限于功能, 好汉不吃眼前亏,小帅接受了,但不代表小美愿意,她更想做的是去中途报仇,小帅劝说,或许短暂平静对大家现在都有好处,女王的优柔寡断让国师产生了担忧,并希望女王不要重蹈父亲的覆辙,但现在,他们与精灵之间的平衡,也被船长打破,原来,船长出身贵族,现在是海上卫士,他的儿子阿渡正准备加入军队服役,在大海的魔力下,他们经历风浪不断强大自己,再熬九天, 只要通过海洋试炼,阿渡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,就在这时,阿渡的姐姐找来了这里,姐姐阿雅找她正是因为父亲的事,此刻,船长正在皇宫接受女王的召计,女王还提到了主神维拉的预兆,而这个预兆我们留到最后来讲,因为船长打破了祖先留下来的规矩,这样女王陷入了难堪,她认为这是对国家的背叛,但船长直言,鉴于当时的情况,她做了自认为最谨慎的选择,为了让船长表自己的忠心, 女王让她务必要看好小美,不过小美伸手矫健,很快就甩开了守卫的看护,来到港口,她向伺机偷船出海,可船长让她打消这个念头,因为这样做,大家都会有麻烦,见拦不住小美,船长直接说出了精灵语,家乡话一说,两人的关系瞬间拉近,船长表示,这里的大图书馆还在教授精灵语, 机智的小美认为,图书馆里的资料,或许能揭开这个段矛盾的起因,在船长的带领下,两人随即骑马赶往了那里,与此同时,小帅却打起了铁匠铺的主意,表面上讨好对方要拜师学艺,其实就是想搞把武器,铁匠以没有工会徽章为理由拒绝了小帅,为了变成自己人,小帅打起了当地人的主意,她假意请大家喝酒,并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,偷走了他们的徽章, 一番酒水下落后,小帅赢得了大家的欢送,得意的她顺利的偷到了徽章,不过下一秒就被对方察觉,一些人把她给团团围住,一番教训后惹得小帅彻底保放,只见她三无下的功夫,就将在场的人打怕,但接着小帅就被卫兵给控制,图书管理,小美还看到了阿伟的画像,可见当年双方的关系非常浓强,但这个地方能得以保留,还要多亏了最后一任国王的庇护,原来国王是被强迫退位的,至于原因, 就是双方关系破裂的导火索,国王效忠于精灵,所以招致了反对派的围剿,最后惨遭流放,接着船长拿出了一位人类间谍的情报,没想到,他之前发现的印记,其实是南方大陆的地图,情报里提及了地点,而且还提到了一个计划,一旦摸狗斯失败,依托这个计划,将由继任者建立新的根据地,可见持续千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,索隆依托南方大陆将卷土冲来, 回到城堡,小美立即找到了小帅,她不仅发现了索隆的计划,而且还发现了小帅的身份,原来小帅是南方大陆的王国继承人,现在她的土地已经被半寿人掠夺, 这也让小帅失去了往日的光辉,小美请求对方出战,与自己一道前往中州,一起拯救她俩的种族,至于小美缺少的军队,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,因为女王的一席话道破了天机,精灵的到来,也让他们惧怕的一切即将发生,可见,小美将带领这里的战士,前往中州与邪恶势力作战, 这应该就是主神维拉的预兆,此刻,毛角族长正准备带着大家迁徙,在离开昔日的家营前,诺瑞还有一件事要做,那就是帮老人找到星座的地方,长老的古籍里一定会有记载,所以在同伴的帮忙下,诺瑞打算偷走关于星座的内容,然而就当他翻找的时候,长老突然回到了家中,机智的诺瑞赶紧藏到了柜子里,接着在同伴的提示下,他顺理偷走了书页,交给老人后,诺瑞回到村里参加了悼念活动, 族人一一道别了这里的侍者,就在大家为此感伤时,借光的老头找来了村里,他在篝火旁看到了自己的家乡,不料一不小心却把书页给点着了,结果手忙脚乱的他,误闯了大家的机会,这把小爱人们吓得差点原地去世,而诺瑞的隐瞒也被老人当众出川,因为违反了族人的规矩,大家认为应该将其逐出不落,可诺瑞认为,他只是帮助了一个无助的老人,建议诺瑞还是个孩子,所以长老最后网开一面,但作为惩罚, 他们一家将走在部落的最后面,母亲对他多有责怪,可诺瑞认为,这是上天注定的,但父母对此并不理解,第二天,大家都在匆忙地赶路,父亲因为扭伤了脚,所以被队伍远远抛在了身后,就当父亲担心掉队的时候,老人从后面帮了他们一把,认为诺瑞是自己的朋友,所以老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,就这样,诺瑞一家就不用再担心掉队了,故事的最后, 在太阳最烈的时候,队长他们发起了偷袭,在干掉守卫后,他们快速对脚上的镣铐进行处理,可还没等他们砸断,半兽人就带着增援赶到,躲避烈日的他们想把精灵拉过去,钢戈见状一跃起,拆掉他们头顶的棚屋后,虽然为大家争取了时间,可半兽人也放出了座廊,大家上前拼死阻拦,结果分分钟就被座廊咬死,钢戈见状,赶紧把座廊困在了树根里, 最后,队长用力斩断了锁链,他赶紧向外逃去,但下一秒他就被弓箭手射死,而钢戈也被抓了回去,紧接着,钢戈被带到了阿达尔面前,此刻,无力反抗的钢戈只能等待自己的命运,在半兽人的呼唤下,阿达尔缓缓走了过来,他是一只堕落的精灵,不过,兽人为什么如此敬重他们,阿达尔含泪送别了自己的战士,对于半兽人来说,不惧死亡,也是他们的战斗信仰,完成送别后,兽人的遗体被送了下去, 阿达尔用精灵语,与钢戈交流,钢戈询问了他是谁,但阿达尔表示,世人被谎言所蒙骗,为了揭开谎言,他几乎要建立一个新世界,并称自己将会是新的造物之神,阿达尔并不打算杀掉钢戈,而是让他给料望塔的人类带信,钢戈手握石块本想赴死,但想到还有阿联,他还是接受了阿达尔的命令,此刻,逃亡的人类全都躲到了料望塔,不过因为走得匆忙,他们并没有带足够的粮草,为了解决食物问题, 阿联希望大家到山上去打猎,儿子西奥想到镇上去,白天伴授人活动比较少,他们可以趁机迅速拿走一些粮食,阿联不想儿子冒险,于是拒绝了他的请求,可年轻人就是冲动,西奥不顾母亲的劝阻,带着好友就去到了镇上,经过一番搜集,他们找到了满满一车的粮食,西奥还想多拿点,于是走进了身后的屋子查找,结果,就在他找到粮食的时候,天上的太阳突然被乌云遮蔽, 害怕的同伴撒腿就跑,而屋里的西奥并没有意识到,没想眨眼的功夫,半少人就冒了出来,受伤的西奥赶紧掏出魔剑自尾,这一幕让半少人大为惊喜,因为他们苦苦寻找的魔剑,就在男孩的手里,好在西奥机里,趁机躲在井里才没被发现, 不想半少人来到井边喝水,顺手扔下的水桶砸到了他,西奥的叫声引起了半少人的注意,好在他潜到水里,才躲过了这一劫,辛苦了一天,狩猎并没有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食物,相反,冒险的小伙子带回了足够多的粮食,只可惜,西奥并没有同他一道回来,此刻,为了避开半少人的搜捕,从井里爬出来的西奥东躲西藏,他不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疯狂视他,不过,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失误,最后, 西奥还是被半少人给抓住,眼看对方就要动手砍死他,危机关头,赶回来的刚哥出手解围,逮着孩子,刚哥一路向塔楼方向逃去,身后的兽人不断射来弓箭,情况已经十分危急,就在这时,阿联找了过来,眼见他们已经被逼到了草原,万万没想到,阳光开始洒向大地,惧怕阳光的半少人停在了原地,这才让刚哥一行脱离了危险,回到塔楼,刚哥家阿达尔带的话告诉了阿联,他要这里的人放弃, 其土地并宣誓效忠,不然就将这里的人赶紧杀绝,此时,西奥想将魔剑藏好,没向酒馆的老板发现了他,原来,他也曾指过这柄剑,而且还知道,这把魔剑属于锁龙,几周前天空出现了星月,这是锁龙归来的征兆,难道说,毛角族救到的老人就是锁龙,另一边,在矮人的帮助下,领主的锻造炉顺利开解,不过,杜林一直没有露面,这让领主怀疑,杜林一定有所隐瞒,或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, 为了打探其中的冤枉,阿维主动找来了矮人果,但他并没有见到杜林,杜林的老婆谎称丈夫去采矿了,可细心的阿维发现,杜林并没有带他的凿府,杜林老婆赶紧解释,因为采的石鹰,是用翘的,所以不需要凿,阿维也不好撕破脸的刨根问底,他知道杜林就是想逼而不见,两口子本以为阿维已经离开,但他们没想到,阿维躲在桥上偷听了他们的谈话,原来,杜林正在救矿开采矿时,但什么矿值得他 亲自驱踩呢?紧接着,阿维就偷偷溜到了旧矿区,但这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,不过,观察身围的阿维,很快发现了这里的暗门,想到矮人人人会唱的耳歌,阿维成功打开了眼前的石门,但他刚走进坑岛,杜林就发现了他的行踪,对方大发雷霆,但狡猾的阿维辩解,纯洁的友谊不该有秘密作为阻碍,矮人的真诚让杜林下不了台阶,于是只好将事情告诉阿维,但在此之前,杜林让阿维向大山发毒誓,不将秘密, 秘密外传出去,只能他一个人知道,发射过后,阿维也得知了矿里的秘密,原来,杜林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新矿石,比丝青,比铁鹰,简直就是西式罕有的珍宝,阿维不明白,为什么爱人不庆祝一番,但杜林表示,父王一直在限制他们的开采,似乎并不想张扬出去,心机的阿维借过矿石查看了一番,他知道,这就是锻造强大魔法武器的秘密,阿维巧舌如簧,用杜林对友谊的真诚,哄到了手里的秘密, 没想就在两人谈话间,坑井突然垮烫,为了拯救自己的铜板,杜林奋不顾身冲进了矿井,事故发生后,妻子第一时间为杜林进行了祈福,慢性的是杜林平安归来,不过国王却关停了整条矿脉,气愤得杜林不满父亲的决策,志愿不再与老头子说话,阿维查案官司,立马上前劝伪,并以自己的亲身经验,说服了杜林放下对父亲的埋怨,经过一番调停后,杜林主动向父亲承认了错误,然而年迈的老国王, 包容了自己的儿子,并希望都林能早日肩负起国家的重担,这里,都林提到了阿维邀他去林顿的事,老国王明白,精灵无事不登三宝殿,事处有阴必有妖,老国王希望,都林到林顿一探究竟,女王正为心生而祈福,下一秒,宫殿就晃动了一下,紧接着,漫天的银花开始散落,这一幕正是主神维拉不祥的征兆,女王来到殿外,远处的山栏正被海啸侵蚀, 眨眼的功夫,就毁灭了整个岛国,女王从惊恐中醒了过来,原来刚才的一幕,只是一个可怕的梦,因为小帅惹出的事端,房间开始猜测,精灵在女王耳旁煽风点火,蛊惑其心智, 不老的精灵会夺走大家的生计,逐渐蚕食努门诺尔,煽动者更是将女王比作是精灵的舔狗,就在民众开始忧心忡忡的时候,国师站了出来,表明努门诺尔如今的强大,并不是一个精灵就能击垮的,当年先被打败了魔狗斯,而现在区区一个逃难的精灵,就能威胁到我们吗?在国师鼓舞下,民众重拾了信心,也挫败了某些人的边有用心,为了冲淡民众的顾虑,国师还请大家痛饮了一杯,国师刚解决了女王的麻烦, 可女王的麻烦就主动找上了门,小美告知了小帅的身份,她是南方大陆的皇室继承人,锁龙曾是大家的敌人,小美希望能得到女王的支持,团结人类的力量,与精灵并肩作战,拯救南方大地的人类,避免锁龙再将中州拒为机佑,女王态度坚决,直接拒绝了小美,但小美不甘心,表示会寻求她的父亲见面,这番话让女王火冒三丈,下一秒,小美就被关进了牢房,进来后,还让一旁的小帅看了笑话, 与此同时,船长爱兰第二的儿子阿渡,正经历海上最后的失联,不过阿渡心系打西部,并不想留在海上当个船夫,于是故意松开了手中的懒生,这让她被教官直接踢出了海上卫队,而此举也连累了自己的好兄弟,为此,好友之间还动起了手,被关的小美焦急万分,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,一旁的小帅给她提了个醒, 为什么女王会突然把她关起来呢,是不是因为害怕什么,小美很快反应了过来,自己是提到了她的父亲才遭到了关押,可想而知,女王的父亲就是她的软肋,那么,塔中的国王到底怎么了呢,话音刚落,国师就奉命来带小美离开,当卫兵解开她的料号后,小美立刻反抗并制服了对方,国师无奈,也只好看着小美逃走, 在卫兵的追赌下,小美很快就潜入了塔楼,让她没想到的是,此时的国王并又高慌命不久矣,女王希望小美能赶紧离开这里,可小美依然表达了自己的诉求,国王之前是忠于精灵的,为什么现在的女王不肯,追问之下,女王只能道出当年的实情,国王宣称,当时他们激怒了主神为浪,所以必须悔改,但此举让民众感到不安,之后便要民众造反,为了平息国内的动乱, 接过权力后的女王便以精灵断交,一天晚上,国王给她看了真知惊世,一颗能预示未来和沟通彼此的天眼,世上存有七颗惊世,其他六颗丢的丢,藏了藏,女王让小美触摸上去,而下一秒,她就遇见了诺门诺尔岛国的负面,自从小美来到这里,一向就开始显现,女王认为是小美带来的祸害,只要将其遣返,危机就能结束,但小美看得真切,恰恰是女王刻意避免这场战争,才会带来国家的负面, 因为索隆的崛起必定会带来毁灭,但即便如此,女王还是选择了逃避,因为她要保住陈敏的希望,不被一个虚无缥缈的幻象所破灭,小美在女王的安排下离开了小岛,但就在此时,樱花再次满天飞舞,维拉的预兆再次显现,这一次,女王忠于了自己心中的信念,她向陈敏宣布,为了阻止黑暗势力的崛起,女王将率领军队亲征中周,解救困在南方大地的凡人同胞,最后,在船长的征兆下, 无数勇敢的普通人站了出来,他们愿同女王一道,消灭中周的魔族,在诺瑞的排斑下,老头学会了简单的交流,他们跋山设水,一路走过了低洼的沼泽,秀美的河山在彼此的帮助下,老头渐渐融入了诺瑞的家,不过在相思的夜晚,老头总会仰望星空想起自己的家,而他到底从哪里来的呢? 很快,有人追随老头的足迹,就发现了陨石坑,经过检查,他们确认了残余的能量就是老头的,那么问题就来了,这些人又是谁? 匆忙赶路的诺瑞一家,途径一片阴森的树林时,小家伙竟然发现了狼群的脚衣,为了找人帮忙,他们追上了前面的人,不过刚要说明情况,狼群就发现了他们,一行人吓得慌忙逃寸,眼看诺瑞就要被狼给咬到,危及关头,老头一把将恶狼给甩飞,接着还有魔法驱赶了他们。 但老头的手臂也因此受了伤,诺瑞找了一些蜂蜡想为他疗伤,结果,他看到老头的手正在结兵,诺瑞想要阻止,没想他的手也被冻住,虽然老头随后松开了他的手,但诺瑞已经受到了惊吓,害怕的他紧接着就逃离了现场,另一边,半兽人向阿达尔汇报了隧道以挖通,有别于其他半兽人,阿达尔是并不惧怕阳光的,在他的召集下,兽人军团将准备集结,面对半兽人的警察, 阿联向群众发起了动员,要么失去土地沦为奴隶,要么奋起反抗守护家园,就当大家燃起斗志的时候,酒馆老板却出来泼了冷水,反抗只会是死路一条,投降的话还能保住一条小命,最后在老板的游说下,大家纷纷弃他而逃,随后,酒馆老板带着大部分的人,找到阿达尔投降, 起料老板崇拜的人是索隆,这样打脸的阿达尔非常尴尬,为了俘获人心,阿达尔并没有泄愤,而是老板动手杀人以表忠心,与此同时,刚哥正耐心地教导了西奥,虽然走了很多人,但还是有一半的人选择了留下,他们是要坚守塔楼抵抗魔族,紧接地,西奥将剑柄拿给了刚哥看,而塔楼的石雕正好有这把剑,刚哥知道,这是敌人的一把钥匙,至于是开什么的, 现在还不得而知,就当阿达尔感到绝望时,阿达尔已经带着伴少人向塔楼挺进,与此同时,船长正积极筹备出海的船只,码头车水马龙人朝船洞,这是儿子阿渡找到了他,并希望自己能登船出征,或许是为了保护儿子,船长以他没有资格为由,拒绝了他的这个请求,紧接地,女王召见小帅贡商策略,他们遇见了魔族大决会南下进攻撂网台,所以女王打算在那里登陆,然而小帅并无回去的打算, 结果在小美的利用下,反倒成了女王出兵的理由,对于小美的欺瞒,不屑的小帅更是扯下徽章表示愤怒,随后,小美遇到了操练新兵的船长,在她的要求下,小美对这些新兵进行了指点,新兵并没有把精灵放在岩面,结果人类的傲慢让她尽失岩面,没几下的功夫就被小美支付,同伴健壮立马出手向住,但面对几人的合围,小美还是从容不破,分分钟就歼灭了对面,双方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打斗表演, 不过也暴露了人类战斗力的脆弱,虽然女王决定出兵,但城中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,儿子劝说国师,希望他能再次阻止国家的灾难,还认为父亲已经听从了精灵的命令,这话让国师非常不爽,但国师盘算着,等一切结束后,将会使精灵听从他们的号令,一旦拿下中州,成为国王的小帅就欠他们的人情,到时候,不管是贸易,矿石,森林,他们都能受益匪浅,然而,当女王将情况告诉父亲的 那时候,老国王却劝他不要去,因为在中州等待他的,只有黑暗,晚上,阿渡肯求好好帮忙,希望出征能带上他,可之前的过节,让朋友并不愿意出手,没办法,阿渡只能藏到船里进行偷渡,结果,国师的儿子准备放火,机意外发现了他,两人争执了一番,最后对方还是得逞炸掉了船,两人接着被救上了岸,但阿渡并没有揭露国师的儿子,突发情况, 让女王动摇了信念,加上国师在一旁挑拨,女王决定明天重新召开会议商讨,届时,小帅必须到场给出建议,不想毁了这次计划,小美连夜找到了小帅,希望他能坚定出兵中州的决定,小美的固执让小帅无法理解,在他的追问下,小美说出了缘由,他不仅是要为哥哥复仇,被族人抛弃的他,是要与黑暗斗争到底,如今,两人只能共同携手,才能找到内心的瓶颈,最后在小美的鼓舞下,小帅 小帅也是翻人醒悟,视线来到林顿,都林与精灵王共演,然而刚要举杯,精灵王就追问了都林在挖什么框,都林又有同样的问题,精灵为什么会突然扩建城市,双方的问题越来越尖远,局面差点就要破裂,好在阿伟赶紧解围,这才缓和了双方的界定,事后,阿伟对精灵王的貌势多问了一句,但精灵王却他附述一个传说,在他的强烈要求下,阿伟只好照做,相传,又一场战争围绕着一棵树展开, 说实书里藏着一颗丢失的精灵的宝钻,一方是精灵战士,一方是魔狗斯的一个研魔,在双方的对抗下,这棵树造就了一股力量,这股力量既能如善良一般纯净轻盈,也能如邪恶一般坚强不屈,而这股力量传说就在大山深处,可见都林找到的秘营正是精灵的宝钻,精灵王带阿伟看了邪恶的征兆,树木正从内部开始枯萎,也反映了精灵的光正在消失,或许精灵正面临一场灭顶之灾,但即 即便如此,阿伟也是信守诺言,没有将秘营的事透露给精灵王,不过,阿伟却把秘营拿给了灵主看,经过他的测试,不管在什么恶劣条件下,都无法削弱秘营的光,只要足够多的秘营,精灵就能浸入在维拉之光中,而这一切精灵王早就知道,只不过阿伟被一直蒙在了鼓里,一边是背叛朋友,一边是拯救族人,阿伟在此刻产生了动摇,为了找到破解的办法,阿伟向都林坦白了一切,他是奉命到矮人国寻找秘营的, 但之前他一直被蒙在了鼓里,如今精灵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,再次,阿伟将掌握精灵命运的锅,甩给了都林,想到自己掌握了精灵的命运,都林一时心软,最后答应了向父亲求情,第二天,小帅不再犹豫,而是与女王一道踏上了征程,同时,阿度也如愿以偿,踏上了出征的战船,在汹涌的火光面前,阿达尔歌颂了战士们的信仰,他们将不畏牺牲,是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,即便丢掉了性命, 但他们也不再是极解无名的奴隶,而是以兄弟的身份,光荣地死去,在阿达尔的动员下,兽人军团兵临城下,他们很快抵达了塔楼,可刚哥却唱起了空城戟,阿达尔在塔楼里没看到一个人,就在他们掉以情心的时候,刚哥发现了突然袭击,射倒几只兽人后,刚哥用火箭烧断了固定绳,发现情况不对,兽人想要撤退,但刚哥伸手敏捷,快速封死了大门, 形成关门打狗之势,紧接着高耸的塔楼轰然倒塌,而困在里面的兽人也成了炮灰,在阿联的带领下,村民迅速向村子转移,他们僵在那里,抵抗兽人的第二波攻势,与此同时,女王的三艘战船正往中州靠近,航船的颠簸让阿渡无心睡眠,渴望战斗的他早早来到了甲板,不巧的是,逃遇了金国的小美, 两人随口聊了几句,就在这时,晨曦照亮了海平里,就当阿渡沉浸其中时,船长父亲走了过来,对于常年在海上漂泊的他来说,虽然他们驶向的是黎明,但却让人感觉夜幕即将降临,在女王的示意下,他们加快了行进的脚步,天亮后,村民开始构筑防御攻势,刚哥想把魔剑毁掉,可不管他怎么破坏,魔剑还是丝毫无损,没办法,刚哥只能先把魔剑给藏起来,做好一切准备后,刚哥做了最后的动员, 在他的鼓舞下,人们燃起了心中的斗志,面对即将到来的凶险,刚哥向阿连做了深情表白,并约定胜利过后,两人一起来种下新的种子,夜幕降临后,刚哥一行人严阵一带,不久,密密麻麻的火光就向村里靠近,无数凶残的半兽人涌进了村中,阿连准备点着战车,可打火是半天点不着,就在这时,一只兽人找了过来,危急关头,阿连悄悄给藏了下来,他们发起突袭干掉了对方,阿连接着用火把点着, 找了战车,随后,另一辆火车截住了半兽人的退路,抓住机会,屋顶的弓箭手发起了猛攻,面对夹击,半兽人很快就冲出了包围,他们向酒馆发起了进攻,为了保护里面的妇孺,村民从一旁冲了出来,他们拿着武器与半兽人拼命,而屋顶的刚哥也遭到了围攻,纠缠之下,刚哥跌下了屋顶 紧接着,一只壮硕的半兽人打得刚哥还不了手,此时,村民正勇敢地反抗,刚哥利用自己灵敏的身手,对半兽人发起了偷袭,但面对他的疯狂输出,半兽人没有丝毫反应,反而是刚哥被他按在了井边,眼看就要被对方扎穿脑袋,危急关头,赶回来的阿连一刀刺死了半兽人, 在村民的勇敢下,大家齐心协力,从半兽人手里夺回了村子,他们成功抵挡了这一波攻势,不过,敏锐的刚哥也察觉到了异样,半兽人的尸体中,竟然大部分都是投靠他们的村民,刚才的这一仗,只不过是人类在自相残伤,刚哥知道这是中了半兽人的陷阱,结果下一秒,黑暗中就射出了致命的箭矢,被引到开阔地带的人类成了活靶子,无数人也因此倒在了血泼之中,刚哥立马带着大家撤回了酒馆, 没想到阿连也被射穿了肩膀,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长,阿连让西奥来为他疗伤,紧接着,刚哥拔出了阿连身体内的箭头,下一秒,心血就不停地往外涌,为了赶紧止血,西奥结果烧红的木炭为伤口结痂,由于失血过多,阿连当场昏迷了过去,西奥还以为母亲已经没了,好在不久母亲又醒了过来,还没等大家缓口气,外面的半兽人就团团围住了酒馆,就当他们试图撞开大门的时候,女王带着大批骑兵赶往了村庄, 与此同时,半兽人破门入控制了现场,刚哥一行也被俘虏,阿达尔想要取回魔剑,刚哥提出了放走村民的要求,可下一秒,半兽人就杀了一个村民,刚哥不愿妥信,而更多的村民则死在了半兽人的刀下,眼看他们就要杀掉自己的母亲,一旁的西奥松了口,并表示,魔剑就在酒馆的下面,随后,阿达尔从地板里找出了魔剑,但就在这时,女王带着骑兵赶到了村子,半兽人身披斗篷想要决一死战, 但强悍的骑兵分分钟就撂倒了他们,一场混战在村中展开,半兽人殊死抵抗,双方的厮杀也陷了一片胶着,凭借人数的优势,人类很快占据了上风,发现大势已去,阿达尔带着魔剑,仓皇逃离了现场,小美从刚哥口中知道了阿达尔,她快马家便立马追了上去,两人很快便在林中形成垃圾, 经过一番追逐后,小帅从里头对阿达尔进行了拦截,被扮下马后,阿达尔也被两人活捉,复仇的小帅想要动手杀掉阿达尔,但一旁的小美立马进行了阻拦,清理战场后,一部分半兽人被活捉,一部分半兽人则趁机逃走,小美将组建军队继续追击逃走的兽人,但眼下,她要先处理阿达尔的事,原来,阿达尔是第一批堕落的精灵, 他们被摩狗斯带走,扭曲成了半兽人,他们称自己为乌鲁克族,乌鲁克族即便自命不凡,但也同样听从主人的调遣,小美想要知道索隆的下落,这让阿达尔只能尴尬一笑,小美用俘虏的半兽人威胁,阿达尔这才松口,摩狗斯战败后,索隆一路北上,试图寻找一种能控制肉体的力量,虽然竭尽所能,但还是缺少了一样东西,那就是黑暗之师的影子,为了寻找这个东西,阿达尔失去了无数手足,由外生狠, 阿达尔声称,自己已经杀死了索隆,可小美并不相信对方的说辞,还仰仰要让阿达尔看着自己的昨日灭绝,痛苦地活到最后,就在这时,小帅叫住了他,小美这才没有动手,经历了一路的风雨,两人渐渐产生了情绪,不过就当气氛暧昧的时候,女王的召见突然打断了两人,阿联在女王的引荐下,认识了这片土地的主人,当看到小帅的腰牌后,民众欣喜万分,因为小帅就是拯救他们的国王,大家举杯欢呼小帅, 小帅的到来,而小帅也重拾了拯救国家的信心,这时,一旁的希奥却感到内心失落,因为失去魔剑后,他觉得自己变得软弱, 刚哥让他学会放手,交给努门诺尔来摆脱魔剑的束缚,让他们在返回的途中扔进大海,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,魔剑早已被逃走的酒馆老板掉包,带着魔剑,酒馆老板出发了塔楼的机关,紧接的,下方的大坝闸口被打开,波涛汹涌的湖水也涌入了山洞,没过多久,村庄的水井就被水压挤爆,大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没想到, 这些水通过阿达尔挖好的渠道,直接被送到了炽热的火山中,随即产生的效益,让整座火山喷发,大量的岩浆朝村庄喷烧而来,就当大家惊慌避难的时候,黑压压的火山灰就冲了过来,在火山灰的覆盖下,村庄几乎被掩埋烧毁,而无数平民死在了这场灾难之下,尘土中,小美遇到了寻找母亲的西奥,她赶紧带上了这个可怜的孩子,此刻,女王正带着部下在残骸中抢救伤员,不料,阿渡在抢救时, 却被垮她的房屋掩埋,带着受伤的百姓,大部队开始向驻地转移,因为这场灾变,女王失去了光明,而船长也失去了她心爱的儿子,火山会让中州蒙上了阴霾,正如当初父亲说的那样,中州会让女王陷入一片黑暗,不相挫败士气,她让部下继续赶路,一路上,西奥都在胡思乱想,而身经百战的小美,则在不停地安慰,并希望她像一名战士一样勇敢坚强,夜里,两人就地扎营,在西奥的好奇下,小美聊起了, 自己的小时候,结果刚聊了没几句,半寿人的残步就路过了这里,紧张的西奥突然拔刀,结果发出的响动,瞬间吸引了寿人的注意,好在空气中还弥漫着灰烬,这才让他们没被发现,天亮后,大部队终于回到了营地,因为小美的出现,船长失去了儿子,后悔的她现在只想出海离开这个伤心的,不久,小美两人也赶到了营地,担心的西奥赶紧跑到病房寻找母亲,但这里只有伤员和死去的病人,好在,西奥的担心都会, 是多余的,因为母亲和刚哥都是平安无事,船长建议女王尽快坐船离开,就在这时,小美赶了过来,见到大家因自己而受乱,愧疚的小美,直接向女王下跪忏悔,女王并没有责怪的意思,反而表示,她会返回岛国招募更多的战士,与精灵一道,铲除蛰伏在中桌的魔族大军,船长听到这样的决定,整个人都麻了,女王离开后,小美打算将魔族的事回禀精灵王, 这里,阿联提到了富商的国王,听到这个情况,小美赶紧去查看了小帅的伤情,她发现,小帅的伤口已经腐烂,现在唯有精灵组的要才能救她,事不宜迟,在简单包扎后,小帅便立马动身,在民众的欢送下,两人快马加鞭向精灵国赶去,经过一路的颠簸,诺瑞一家终于追上了大部队,突然,前方飘来了烟味,诺瑞还以为大家在烤肉, 结果上前一看,是巨大的岩浆砸出来的坑,族长说,他曾听长辈提到过,只有在新的邪恶势力崛起时,南方休眠的火山才会喷发,显然,毛角族也意识到了不祥的征兆,看着被烧毁的果树,老头对他施展了复活的魔法,但一番咒语后,果树反而折肢砸了下来,差点就砸到了小朋友,对于老头的帮助,族长为他提供了星座的图纸,希望地图能够帮助老头回家,走到现在,他们还是迎来了分别,作为送别, 诺瑞给了老头一个大大的苹果,虽有不舍,但老头还是踏上了回家的路,第二天,老头祝福过的枯木,竟然挂满了果实,可见老头并没有欺骗他们,大家都忙着采集新鲜的果子,胖妞正在河边打水,但下一秒他就发现了岸边的大脚印,发现情况不对,胖妞赶紧跑路,紧接着追踪老头的白跑巫师,也找来了这里,他们从树上残留的魔法,感应到了老头离开的方向,看在眼里的诺瑞想要阻止,于是, 主动给他们指了一条错误的路,担心诺瑞会有危险,父亲拿的火把拦住了白跑巫师,不想,他们借着火苗,顷刻间就点着了毛角族的拖车,弱小的毛角族看到这一幕,只能无助的哀嚎哭泣,天亮后,毛角族打算继续上路,但这样的结果让诺瑞的父亲不甘心,毛角族团结有爱,忠贞不渝,也不会被前路的坎坷和曲折打败, 听了父亲的一番鼓励,诺瑞打算去帮助老头,警告他白跑巫师的危险,不愿闺蜜孤零零的上路,胖妞决定跟他一同前往,在小姑娘的感染下,毛角族纷纷站了出来,为了还老头一个人情,组长决定陪着孩子们一同前往,此刻,阿伟来到了矮人国游水,希望通过五个世纪的贸易,来换取命运的使用权,精灵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,可矮人国王却不为所动, 他私底下和儿子商量了一下,虽然都林百般求情,即便是只有秘银,才能够拯救精灵,但国王还是一口回绝,并认为,一旦帮助了精灵,他们矮人也会引火烧身招致灭亡,甚至整个中州都将陷入黑暗,对老顽固的做法,两口子非常的气愤,但他们也只能将这个无奈的消息告诉阿伟,带着遗憾,阿伟失落地离开了这,但就在这时,都林意外察觉到了秘银的作用,没想到,被污染的叶子瞬间被秘银治愈, 看到希望的都林,赶紧把阿伟追了回来,紧接着,两人吓到了被封禁的矿井,经过一番尝试,两人都没能凿开眼笔,短暂休息后,都林再次拿起了凿子,没想到这一次,他成功凿开了矿井,结果还没来得及高兴,老国王就发现了他们,都林的擅作主张招致了父亲的震怒,阿伟直接被扔出了矮人工,老国王依稀记得,都林出生时的样子,他对儿子寄予厚望,可如今更多的却是失望,都林不明白,父亲为 为什么会指精灵的死活于不顾,还是说仅仅为了矮人裹得这顶王冠,都林的冲撞,让老国王失望至极,老国王喊了心,而都林也被自己的父亲卸了黄带子,悔恨的都林觉得自己辜负了父亲,但妻子却劝说,一切都是老国王的错,他年纪大了,固执,多疑,思维过于雷落,总有一天,都林会当上国王,带领矮人族泛光荡,而深埋地下的秘银,也将属于他们,然而殊不知, 秘银带来的梦魇才刚刚开始,伴着枯叶落入秘银矿坑,烧成灰烬的那一刻,沉睡的眼眸也被唤醒,在灰烬的笼罩下,半兽人再也不用惧怕阳光,带着剩下的半兽人,阿达尔点燃了整个南方大陆,而这里有了新的名字,摩多,而这里正是锁龙的根据地,离开毛角族后,老头只身来到了大绿林,看到诺瑞送自己的苹果后,老头向了沉思,就在这时,他看到了孩子的身影,老头赶忙追了过去, 还以为对方是诺瑞,没想到,眼前的诺瑞竟然是女巫幻化的,至此,老头的身份在女巫的口中得到了确认,他就是锁龙大军,之前的失败,让锁龙的记忆被封印,女巫找到他,就是为了接他回到自己的领地,只有遥远的东方,才能看到星座的位置,届时,所有人将在鲁温之地,知晓他的真实身份,锁龙也将恢复所有的法力,大地将陷入黑暗,一切也将臣服于锁龙,因为还没有学会掌控自己,所以女巫先将他命中, 他命中迷晕了过去,而这一幕,全都被诺瑞他们看在了眼里,此时,小二人们并不知道老头的身份,在引开两名女巫后,诺瑞偷偷溜了过去,殊不知,老头是女巫幻化的,掩护诺瑞逃走的时候,女巫用暗器射中了组长,而诺瑞也被抓住,眼看女巫就要动手,关键时刻,老头突然醒了过来,他用强大的魔法打断了女巫,可下一秒,他就被女巫用魔杖控制住,女巫用魔法将锁龙击约,就当他想上前唤醒老头的时候,埋伏的女巫, 她的胖牛用石头进行了偷袭,这把女巫直接惹猫,借着一旁的火苗,女巫展开了疯狂的抱负,摊火烟点着了周围的森林,瞬间这里就变成了一片火海,情况危急,诺瑞捡起地上的魔杖,递给了老头,老头只是让孩子快逃,可诺瑞却在一直鼓励,只有自己才能决定自己的善恶,为了保护这些小家伙,老头最后还是拿起了魔杖,在他的法力加持下,大火被老头瞬间吸灭,原来,老头并不是锁龙, 而是主神维拉派来凡间帮助人类的巫师,他用强有力的圣光,瞬间融化了这几个女巫,危险解除后,大家也迎来了光明,为了解开自己的身份之灵,老头必须前往卢安寻找答案,不过有专业人士分析,穿着灰袍的老头就是肝道夫,见老头如此坚持,诺瑞也动摇了,毛角族决定按照既定路线赶路,但诺瑞的父母早就看懂了女儿的心思, 他们将行囊交给了诺瑞,希望他能够一路平安,依依不舍地和家人道别后,诺瑞携手老头,一同踏上了前王罗恩的道路,在诺门诺尔岛国,病重的老国王已经奄奄一息,为了留下他最后的荣光,阿雅在踏前替他笑笑,老国王在弥留之际,把阿雅当成了自己的女儿,并希望他能与精灵团结, 不然,岛国就将陷落拖着腐朽的身体,老国王为阿雅打开了密室,而阿雅也见到了真知水晶,还伤,女王正向岛国逝去,因为火山灰,女王的眼睛已经失明,战争带走了船长的儿子,这让女王多少有些愧疚,但船长并不后悔,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,他将与女王一道共府黑暗,不久,他们抵达了港口,但满城都挂上了黑布,可见老国王已经撒手人寰, 这个消息对于女王来说,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,另一边,小美带着小帅回到了精灵城,在精灵的权力抢救下,小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,但小美也将中州的战获带到了这里,可眼下,精灵圣光已经被黑魔法笼罩,为了破解眼前的困局,大家都陷入了迷惘,但小帅的提议却给了工匠领主灵感,领主一心想追逐秘银的数量,但何不做成合金强化他的能力,这个点子瞬间让领主看到了希望,领主向国王提议, 将仅有的秘银结合宝石合成王冠,打造一种近乎无限的力量,时间紧迫,精灵王对此逼得很紧,可领主却宣泄了心中的不满,还提到了一句,让小美既有心的话,打造的力量来自于精神,这将肉体受控于他,这句话和当初阿达尔说的一模一样,小美感到非常诧异,他也从中嗅到了不好的苗头,在阿伟的争取下,精灵王最后答应给他们三个月的时间,随即,领主开始着手设计和制作, 而小帅也参与了其中,渐渐的小美对他产生了怀疑,私底下,他让精灵找出关于凡人王国的所有记录,结果转头小美就遇到了小帅,对于小美的帮助,小帅表达了真挚的感谢,但梅语间似乎又是话里又话,这让小美有了一丝不安,而领主的锻造又传来了失败的消息, 命运太过过傲,并不愿意和此等矿石融合,但小帅认为,命运更需要的是引导而不是强迫,就在这时,手下找来了关于凡人王国的记录,小美研读过后发现了端倪,南方大陆的血脉早在千年前就断了,那么小帅到底是谁呢? 小美的直觉告诉他,眼前的男人就是锁龙,他拔刀刺了过去,但反应神速的锁龙,直接把他带入了幻境,来到小时候的家园,小美还见到了自己的哥哥,但他心里清楚,这是锁龙侵入他大脑的结果,锁龙试图用这些伪装洗脑小美,可意志坚定的小美并没有动摇,眨眼的功夫,两人又来到了那天相遇的海上,锁龙还以小帅的口温红遍,但海面的倒影就已经出卖了他的身份,锁龙要让小美成为中州的女王, 但他怎么可能接受,就当小美要动手的时候,他瞬间被锁龙沉入了海底,眼看小美就要窒息,感到的阿伟把他拉出了水面,小美还以为是幻想,直到阿伟说出小时候的相识,才让小美回到了现实,就在这时,灵珠已经完成了宝钻的融合,担心了小美立马赶了过去,见到小美落水的样子,灵珠问起了缘由,小美虽然遭到了小帅的袭击,但他并没有戳穿他锁龙的身份,为了宝钻的安全起见,小美建议打造三个,这样力量就打 达到了平衡,为此,小美还献出了哥哥的匕首,放下心中的牵挂,小美割舍了那份伤痛的回忆,最后,灵珠成功融入了河城,就在领主忙着锻造的时候,阿伟却从小美的焦虑中,发现了河边的秘密,他急往赶到了锻造台,可三枚力量直接的魅力,直接迷住了阿伟,而他想说的话也咽了回去, 魔多的出现,让锁龙有了归宿,带着小帅的肉身,锁龙前往了魔多,至此,第一节完结,你们对这部魔幻史实感觉如何呢?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感谢大家的观看